6个专业的最佳实用方法 让你轻轻松松跑个10公里 减脂效果还特别好 大家好我是赵安迪 慢跑是所有跑步爱好者 都应该学会的跑步方法 但实际上90%的朋友 慢跑跑错的 对你没有听错 举个例子 如果你跑步的时候 只关注你的速度 而不关注你的心率 那么在跑步这件事情上 你还没有入门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 6大专业的最佳的慢跑方法 跑前跑中跑后都有 让你跑得更健康 更安全 同时也更轻松 这座内容不容易 谢谢你动动小手 点赞支持关注一下 我们接下来一条一条想 方法一 最佳心率范围 慢跑有最佳的心率范围 你知道吗 90%的跑者受伤 都是因为长期高心率运动导致的 心率越高 你的运动强度就越大 那么肌肉运动损伤的风险 也就越大 那么怎么知道 你的最佳慢跑心率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慢跑心率在你的最大心率的 65%到78%之间 你可以收藏下面这张图 对比一下 第二个方法 慢跑心率等于180 减去你的年龄 例如你今年30岁 那么你的慢跑心率应该在180 减30等于150以内 第二个方法 最佳的热身动作 你们是不是跑前都不做热身 险内直接穿上前就开跑 那么实际上是不热身 反而会让你跑得更内 还特别容易受伤 其实跟着我做以下 六个经典的跑步热身动作 让你跑步更清楚 第一个 俯身大腿环绕 激活你大腿后侧的脱身肌 第二个 暴息抬腿激活你的臀部肌肉 第三个 抱头出膝 激活你的腰腹肌肉 第四个 宽关节外展 激活你的宽关节 第五个 前后交叉跳 激活你的踝关节 第六个 后踢腿翘 激活你的大腿小腿肌肉 激活你的心背 第三个方法 最佳专业慢跑鞋 选择一双专业的慢跑鞋 要记住以上4点哦 第四个方法 最佳180步屏 我们在慢跑室 每分钟的最佳步屏是180次 如果你的步屏过慢 那么你的每步膝盖受到冲击力会更大一些 而且更加容易形成跨步 造成你的膝盖挫伤 而180步屏 更容易形成正确的跑步姿势 跑起来更加轻松省力 下次你记得一定要试试看 第五个方法 法特莱克跑 简单来说 你可以三分钟快跑 三分钟慢跑 当你慢跑一段时间之后 通常是三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尝试法特莱克跑 而且你会发现 效果会更好一些 而且你的跑步会更加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长期一种固定的节奏 方式跑步的时候 你的身体肌肉和神经 会逐渐适应这种方式 所以呢 咱们偶尔换一种方式刺激一下 会让你的跑步更加轻松 跑起来不累 同时它的减脂效果 比你长期固定的慢跑 更好一些 第六个方法 最佳慢跑时长 那么对于大部分的初跑者而言 最佳的慢跑时长 是40分钟到60分钟之间 当你的跑步能达到40分钟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有效的锻炼你的心肺 而且提高你的免疫力 那么如果你运动超过60分钟 那么对于初跑者而言 你的运动复活和疲劳 就会急剧的增大 反而呢 会有更多受伤的风险 所以下次一定要记住 健好就收好够 40到60分钟就足够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你拥有一个高阵量的慢跑 更好的享受慢跑 记得